欸對 那是我們丁森這酒廠呢 有一個傳說 他認為呢 每個人都只有一隻翅膀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藉由 我故鄉的擁抱 找到另外一半或找到朋友 你才能夠變成一對翅膀 飛得更高更遠 那相對 詹姆酒長強調的是一個是什麼 一個分享的概念 我們不吝嗇的把每一滴酒去分享 給在座各位去做品嘗 第一聞 然後西德腸的聞 有沒有聞到一些果香的味道 很像柑橘 甚至有一點點梅子的味道 甚至有一點像不同的味道 非常柔順細緻 相對的我們酒場也是長時間發酵 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長時間發酵會讓酒變得更細膩一點 油脂會更多一點 糖分會減輕一點 所以像這酒質會更乾淨 發酵現場會決定酒質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選擇題好不好 大家來選答案 我意思要怎麼喝 第一個醇飲 第二個加冰塊 第三個加水 第四個加水又加冰 第五個開心就好 沒錯 酒是拿來享受的